各位同仁請就座 本席宣布開會 本會第三屆議員107年12月25日 以法院完全宣誓就職 由於108年新北市總議算案 即代審議 依地方自治法第34條第三條規定定於108年1月14日起至31日 召開本會第三屆議第二次臨時會 第二二次臨時會開會通知於108年1月3日以前 以北市市至第1070005614號韓 交板橋郵局限時掛號以送達量以3 介紹本會行政單位主管 請民主長 介紹 各位議員好 我現在依序介紹 首先第一位 副秘書長李正勳 秘書室主任林靖雄 第一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林金坤 第二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蘇登仁 第三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昌黎 第四審查委員會 第四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昌毅 第五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陳彼得 第六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陳俊榮 議員會 議事組主任高銘惠 總務組主任李昭俊 法制式主任王俊仁 公共關係式主任林順全 資訊式主任林四 olm 文書室主任任汝強 會計室主任謝明珠 人事室主任吳黎明 還有本人陳王振元 請多多指導 請多多指導 我們本來才知道 我們現在要請多多 我們現在也要請多多 謝謝 來繼續請安命 本會 本會 請問本會 確認本次會議 本會組織與行政業務報告 依本會組織秘書長 是不是請大家參與 請各位同仁自行參與 謝謝 是不是能夠請秘書長 針對我們未來新北市議會 如何在議事相關更加透明化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聽說有一個議政大樓改建的相關計畫 是不是做一個說明 議政大樓 向大會報告 首先針對問政透明化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在議事廳裡面的開會 我們已經有直播 另外還有隨選視訊 那在審查會方面的話 目前只有錄音 那我們預計上半年度會進行相關的採購招標 希望在下半年度的第二次定期會之前 能夠審查會的話 也能安置好有關錄影方面的設施 然後假如經過大會同意的話 我們就也是跟比照議事廳採直播方式 或是隨選視訊由大會做決議 第二點有關研究大樓部分 上一屆有組專案小組 本來是想說在我們議會後面 蓋一個研究室大樓 那後來這部分已經有委託 新公處已經跟我們協調好說 將來假如我們有需要的話 願意配合還有興建停車場 那這部分後來跟議長還有幾個議員 研究結果是說認為 我們旁邊在蓋議政大樓的話 可能會在我們現有的網球場那邊蓋研究大樓 可能跟我們現有的會館會過於接近 將來在使用上面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那目前傾向的話 可能就是在隔壁我們有個機關用地 希望就是跟市政府在研究 是不是用類似減半徵收的方式 整個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因為我們議事廳 已經從77年使用到現在已經算是蠻久了 有些設備方面比較不符合現在使用 那我想是說我們是朝比較長期的規劃 希望在我們隔壁的機關用地 來興建一個比較完整的議政大樓 報告完畢 議長 議長 那個在上個會期 很感謝在這個議長還有各位同仁的努力之下 我們這個議事透明化 在上一屆有一些進展 那包括我們現在大會等等的開會 全部都是網路直播 那我們現在希望進一步在審查會的部分 也能夠更加的落實 所以剛剛這個秘書長的報告 我們是希望能夠針對審查會的相關的錄音錄影設備 以及如何直播上網這個部分相關的設施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落成 給本期一個期程這樣可以嗎 一個書面報告 那剩下的部分如果未來需要大會另外做議決的部分 我們再請大會來做議決 但是有關相關的一些硬體設備 如何在什麼時候可以落成 我希望這個秘書長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是不是議長可以嗎 可以 請議長做裁決 好啦可以啦 謝謝 好 好 本次 二 簽認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表 第三 簽認本次議 簽認本次議事日程表 本日議程表 二十五月 請 請翻開第二十五頁 並討論事項 按由一 本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提請公決 第三屆第一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1月14日上午報到下午一 預備會議二 確認本次會議事日程 三委員會委員及議員會館抽籤 1月15日上午精進考察實地考察 下午市長介紹二十八局處首長及業務報告 含前瞻計畫預算專案報告 1月16日上午 一委員會推選程序委員法規委員及紀律委員 二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一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1月17日18日19日上午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一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1月20日停會 1月21日22日23日上午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一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請翻開第26頁 第三屆第二次臨時會議事日成表 1月24日上午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一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1月25日上午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1月26日27日停會 1月28日29日30日 上午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一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1月31日上午委員會議案審查考察及信看 下午一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二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議事與算案 三討論議案是臨時動議舞弊會 好 好 還沒有件照案通過 來 院子 議長 明天早上市長介紹二十八局數首長 下午兩點 會包兩點 這部分OK 但是有關於業務報告跟前灘計畫這部分 因為通常審議算是沒有在做業務報告 而且前灘預算我印象中 好像是去年12月11號上一屆的委員做成決議 能不能適用在我們這次議程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所以是不是直接把它改成說 這個業務報告就把它去掉 那前灘計畫就直接用書面審查就可以 因為那個前灘計畫這個很單純嘛 而且那個去年的朱市長也都已經說明過了 好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陳市長 正義言請 主席 這個前專預算 請新的市長來報告是我提議的 最主要是 這個 侯市長在前幾天說 中央的前瞻預算給新北市零 這個零元說 那個媒體也燈那麼大 他真的是有必須要到大會來做說 另外一個就是 雖然是上一屆的決議 但是審議算是有延續性的 如果認為說 上次大會做的決議不算 那預算我建議退委重來 好不好 以上 來 陳正義 陳正義 我剛剛這個完全贊成我們葉議員的看法 這非常有見地 那個第一任的議員第一天就這麼有見地 所以我建議這個 1月16號17、18、19 21、22、23 改為分組審查 改為分組審查 那因為新的議員要尊重 我們要尊重新的議員的職權 應該從分組審查開始 退回也可以 退回也可以 有關於前單計畫的預算 因為那天 當然 何總召 何總召跟議長也有商量過 那就是 前單計畫的預算專案報告 當然在 我們要進入審查 分組審查的時候 那個 有 那個 市總議員有提到說 請何 那時候已經先級出來了 有請何副市長說來說明一下 這個當然是先級當初的一個 這個 所講出來的一個話語說 他不知道有沒有前單計畫的補入 好 他現在 在審議算中 在預算裡面已經呈現出來說 有前單計畫的補入 他來說明一下 但是 我當初也有說 建議說 是不是 只來說明 這個 預算的說明 不要用專案報告的這樣子 專案 我是 但是 這個當然總召也是說 用專案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 前單計畫的說明 補入的說明 好報告 這樣是不是 預算的說明報告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王主委 王議員請 其實我們回想一下 上一屆 在最後的時候 所有的前單計畫 的預算 全部都是停擺的 因為 就是因為 侯市長 在任內的時候說沒有 可是有 就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他先了解一下 然後了解到 這些預算到底要或不要 然後再來討論 所以還是得專案報告 各位同仁 因為 剛才 陳市長有講 市政是元序下來 這 就是說 那天說 我們 我們 今天何市長 明天明天一定要來 我們市政是元序下來 也說過我們一些 新的動員 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市場就是元序下來 那個 我們 我們何市長 他明天會來 我們說 兩點 我是因為說 我們 議會 本來我們議會的程序就是這樣 好嗎 就照程序嗎 對啦 沒關係 你現在要再說 那個 王 王委員 先 這個 邀請市長來做這個 介紹二十八的這個局處首長 我想這個也無可厚非 但是在這個所謂的專案報告 業務報告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能夠依照慣例 由副市長來帶領就可以了 謝謝 沒有啦 拿一個 這沒有慣例 一個 一個 我是覺得說這個 前瞻計畫的部分 如果要報告 我們可以請副市長來代表 不必讓市長親自 如果市長喔 整天都被綁在議會的話 其實對於推動我們市政府的公務 其實也是一個負擔啦 所以我是建議說 由副市長來報告就可以了 來來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個隨便來啦 隨便來好不好 好 我們這個部分喔 是我們之前 我跟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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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知道啦 我們大家要 我們不要角色錯亂喔 不是啦 今天我們是財丫黨 我看起來今天 國民黨比較像財丫黨 沒有啦 如果大家要夫婦的 沒關係 他們自己要去承擔這個責任 前瞻計畫 侯市長說 零元啦 我們那天 這個 我們在協商的時候 連前瞻計畫總共多少錢 副市長搞不清楚 還要去調半天 調資料 還說大概 大概有八十幾億 正確數目他也不敢講 不要說八十幾億啦 八億或八千萬都很多的 更何況是八十幾億 那這個部分當然要做專案報告啊 那如果今天大家角色錯亂 您今天這政黨自己要亂 沒關係 開火器 不要到時候說我們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照聘照鏡啊 我們也為了市民的福祉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侯市長連這樣的一個專案報告 他都不敢來 做什麼啟動啊 我剛才有說 你們說的 你們都不在聽 是不是 我說我們慈市長議員 剛才別人說 市政是延續下來 對嗎 一樣照兩點 我們啟動會來 好嗎 我就這麼說 不用再說 好嗎 照那個照案通過啦 齁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個 什麼啦 沒有啦 現在光說市政延續下來 就是這樣啊 你們現在 好啊 你講你講 那人家發言了 蛤 不是說 那何柏人可以講兩次 然後我們舉手說 欸照案通過 議長他就這樣子了 你就比較偏民進黨喔 要分啦 各位同仁請就坐 來 一個一個一個 燕姿啊 你還有什麼意見 可以講 可以講話 可以啊 沒有 我講清楚啦 我沒有說市長不要來啦 我覺得市長來介紹局長都OK啦 這個部分跟主席的才智是一致的 我現在是針對 要不要做業務報告這件事情 有意義啦 要不要業務報告而已啦 有報告 那可不可以改成書面啊 不是啦 因為前瞻的部分 剛剛 剛剛這個 因為我剛才有幫你解釋給你聽 因為我們市政是延續下來 那個我們那個陳士龍議員 他上次有提案 提案這個 提案我們這個專案 這個前瞻預算 叫我們市長 來做報告 那時候我們大會已經通過 大會通過就是我們市政延續下來 我們大會 跟我們一後 一後 以後你業員制再提案 再大會通過 通過就說我們大會通過的事情 對嗎 我們現在 就是延續下來 因為他現在是分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預算案嘛 一個是預算裡面的決議嘛 那預算當然是延續的 那所以民進黨如果他要 他說要退回什麼 那個延宕時間 那民進黨要承擔嘛 那我現在講的是決議的部分 就是預算案的決議 下一屆 譬如說 預算一直沒有通過啊 造成的一些延宕啊 那何博文議員剛剛主張 要退回那你要承擔嘛 沒有啦 都一樣嘛 那現在是 我說決議耶 沒有啦 怎麼規定 沒有啦 業員 哪一個協商 我們就講好市場要來做運報告 你說什麼要改變啊 你說的是哪一次的協商嘛 哪一次的協商嘛 你是議員還是護航的大 你是哪一次的協商 你不用你先攻擊啊 沒有啦 那個 我現在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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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們董寧 我們有協商的 要說給我們董寧聽一下 好不好 不然我們月圓之月圓 不知道我們自己三黨有協商過啦 OK 你 要介紹我們 協商的事情 才拜託 讓我們的董寧都了解一下 我們 我們三黨有協商過 好不好 讓我們三黨有協商過 我們三黨有協商過 說給我們董寧知道 我們新的董寧 沒了解說 我們三黨已經有協商過 三黨協商過啦 不好意思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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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五黨聯盟 跟 跟民進黨 跟我們國民黨 我們三黨有協商 有協商過啦 拜託市議長喔 市議長 拜託協議叫我們黨人 我們有所有協議 都是要說我們黨人聽 好不 這個議長 這跟黨團應該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當然是大會裡面大家都有意見 因為當初這本預算是 在我們選舉後 然後我們審查預算的時候 陳議員提出來說 前瞻計畫重大會 新任的市長上任以後 來報告一下再審查 我們是有做這樣的結議 但是這個是預算的研系 你剛剛講的這是預算的研系 做的結議跟所有的 今天的一個專案報告 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研系 陳議員要求說 來做前瞻預算的說明 跟補助多少成 有沒有不是有沒有執行 它是要了解這樣子 但是今天你說黨團做成結議說 我要市長來做專案報告 這個就不是結議了 如果說這個就要告訴大家了 所以說我希望 這個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研系性的預算 跟研系性的結議 那就按照這樣子 那如果說市長來說明一下 我現在誤口後悔 但是是不是說明完就好了 還是怎麼樣 我們研究一下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這個一定要處理 因為連一讀會的時候 在各組 在審查 我當二 就是第二審的召集人 那個時候只要碰到前瞻 前瞻的一個計畫 的預算 都會被提醒 說這個 我們大會已經議決過 送大會討論 然後要在市長 新任市長報告之後才審 所以連一讀會都沒有去審 所以這個一定要報告啊 我們連一讀會 我現在要特別說明 連在一讀會 碰到前瞻相關的議題 就是 我這邊說 你講的就沒有 你講的我們要對題啊 沒有啦 所以一定要報告 不然這個預算 就沒有辦法審啊 不是啦 剛剛就說我們 這個 進入大會討論 大會就是通過嘛 對啊 通過啊 不是啦 我說連小組一審都 碰到大會 都是尊重大會的結議啊 大會已經通過了啊 大會是通過說 那個所有前瞻的計畫 都是在報告之後 再來審 沒有通過任何一條 大會沒有通過任何一條 那就是說 我們台會要來 台會要來叫我們的 侯市長來嘛 我剛才跟你們 我跟你們講得清楚啊 你們都聽不懂 我沒辦法啊 是不是這樣 這樣對 好啦 好啦 還沒有審過 好 就詐案通過 我們一陣子就說了嘛 好不 好啦 好啦 按由二 按由二就是詐案通過啦 好啊 按由二 為訂定新北市議會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要點 提請審議 什麼啦 怎麼啦 你 那會議詢問了齁 你請那個 方議事主主委 黃市主委 這個 上一屆本會 這個所做的 2019年的年度預算 審查會所做的決議 現在 我們要到二讀會嘛 在二讀會裡面 對於新的議員裡面 有沒有拘束力 譬如說有個新的議員 他現在 還有參加一姓嗎 啊 那 進行一姓 上一姓做的這個審查會的決議 對於有居宿利 他們的 他們的 可以起來翻到 不要緊 這 看車 醫事主主委來 說給清楚 不然很多 新的議員也說 我請我都沒說給他們 他們都心情好 我們再來台會 要說什麼 好不好 請說明一下 來 向大會報告 那 因為那個 預決算的部分 原則上他沒有 戒期不連續的問題 所以那個 小組做的決議 原則上 就是 就是針對 連任的議員他有居宿利 那 新任的議員的部分沒有 對 以上報告 那審查會做什麼決議 對新任議員沒有居宿利 好 繼續討論第二案 好 明天 我們那個 暗議再來說 沒有啦 沒有啦 議會會再來說 沒有啦 我們現在就議會會 現在說 現在議會會說 現在是 比照私證報告 比照私證報告 還是要怎麼辦 你跟他講 1點半登記 那個比照私證報告 或怎麼樣沒關係 但我希望那個遊戲規則 大家要講清楚 沒關係啦 我們各位當年 這個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那個 專案報告的形勢 還是採集問集答 然後以六分鐘為限 那登記的話 就是 早上 九點 來議會登記 下午一點半 不用再什麼確認 就是 登記 以九點 九點登記的這個順序 來 作為這個 發言的這個順序 我是希望這個遊戲規則 可以定清楚 不然 明天在那邊 大家還會不會 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主席 能夠做一個裁決 或者是 看看其他同仁 有沒有什麼其他意見 來 各位同仁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來作證表 請 這個只有一個 這個 對預算的一個 詢問 那是不是可以說 這個 現場 擠手一下 然後 議長 你用輪流的這樣點 用輪流的點 你們講一個 我們這邊講一個這樣子 沒有登記的話 那是不是 會 因為整個 整個一個 還要一大早來 來簽 然後一個人六分鐘 那是不是可以用點的一個人六分鐘 講完就好了 可以這樣子嗎 那個 蔡議員 不管是怎麼樣 我還是應該 協商一下 依照人數 五檔級 民進黨 國民黨 應該每天多少人 這樣比較公平 當然有人提意見是不錯 但是你沒有考慮 有人打洪跟軍 打幫救 當然也九點沒來 如果王思維看 可以六點來嗎 他們家最軍 五點 他現在 王思維要五點 就要來拜託了 對不對 大家要考慮 將心比心 我是認為說 既然有黨團 也有書記長 也有幹事長 也有總召 商人去協商 依照人數比例 每天多少人 這樣來登記 是比較公平的 我這樣講 是最公平的 沒有 有的打你蠱賴 有的打幫救 對嗎 對嗎 大家心拍照人看 有的打你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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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各位黨 我們是說 要三十分 要早兩小時再 沒有啦 我是說 沒有我是講說 以後 因為我有聽 同仁在講說 以後建立一個制度 建立一個制度 對不對 那我們想這個要先弄清楚 什麼時候 針對明天的事情 我沒有意見 對不對 但是針對以後 每一個人發言 是不是 大家要照公平來 沒有 大家都拍拍 都拍幾大天 我認為是 我們定期會 我們三黨再協商 這個 對啊 我講這個 大家要進去 定期會三黨來協商一下 對不對 公平嘛 每天 我們現在簽對明天的事 他叫李坤政府賣 簽對明天的事 簽對明天的事 所以明天就不是慣例的 這是特別條例的 明天的專案報告是歸明天的專案報告 我們現在 定期待會三黨再協商 簽對明天的事 怎麼辦 幸好是說 我們蔡總召 蔡議員 蔡總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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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質詢是議員的 職權 所以要尊重 議員本身的意願 如果他很強烈的意願要來 那你就讓他有一個優先順序 有排隊啊 要出席的就來了啊 如果你真的有很強烈的意願 你會比較早來排隊啊 按照遊戲規則就好了啊 我會說要針對明天 當然時間是可以討論 但是我是認為說一個遊戲規則出來 如果說你很在意 你就會很早來排隊 就是這個樣子啊 你不能用黨團協商 或者怎麼樣把它剝奪掉 那如果那個還是一定要問呢 問什麼 總之行 總之行你要怎麼問 我知道 因為針對明天的事情 我是說 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 拜託議長你不要尊重 我會值錢 我知道 我要發問你每一次都質疑我 我不是質疑 我是說明天才沒有總之行 你現在是在說什麼 不是啊我的意見啊 你意見你 等一下尊重大家 我每次都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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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在講 你也是誤解我的意思 我答 你答出來的 跟我的本意就是不一樣 或者是我表達比較差 但是幾乎每一次 幾乎每一次 你還說什麼幾乎每一次 我沒有 你要嚇手 你說 就質疑我 我沒有跟你講 你反過來質疑我的意思 而且你講表達的 跟我本來的意思就不一樣 我跟你表達什麼意思 我說明天不是總質詢啊 我也不是在講總質詢啊 我講明天啊 明天也是有可以答詢啊 那當然每一個議員 有他的質詢的潛力 那按照遊戲規則 但是 最後不一定按照我的規則 但是 你要尊重我的發言 這也是我的意見 你要講話 我沒有跟你講是不是 有啊 我表達啊 但是你 我跟我說 我叫你不可以講話 沒有錯啊 我說每一次你都在誤解我的意思啊 我不是在講總質詢啊 你幹嘛幫我講到總質詢去 總質詢我也是有聽啊 那是定期會之前再來協議 那我講的是明天 你偏偏跟我講這個總質詢 你說明天 我剛才說的是我們定期 定期大會 我們現在在討論明天 你剛剛明明在這個議題上 我相信很多也在一起在聽 我剛才 我開會也算認真 有認真在聽 我剛才有跟你講 我們現在講明天的事情 有啊沒有 啊就是在講馬仔啊 我意思嗎 我剛才也是講明天 你剛才 剛才要講三檔 三檔 我說我們定期大會才會講三檔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講 講明天的事情 我現在不在講馬仔啊 阿你跟阿公說什麼 說公安 他下去 沒吃要誤會我 誤解我的意思 我明天再講明天 你不要講到 你們大家的事情 你剛才去講 我沒有叫你握手 我沒有叫你講話 我剛才有叫我握手 剛才你有叫我握手 都能夠心平氣和 那好好的針對事情 當然啦 每個這個議員的職權 這個我想議員給予相當的尊重 那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 稍微緩和一下情緒 本期建議先休息一下 那至於明天呢 也透過協商 當然來協商 整個協商把明天的這個 程序把他協商出來 以上 你明天協商 你明天就 明天就要講 你明天是要怎麼協商 我現在休息 現在休息 現在休息協商 現在休息協商 那裡 那裡 好啦休息休息 好啦 各位同仁請就坐 我們 我們 陳萬 民事長 黏黏黏 一黏一黏 針對1月15日 議程 報告 就 背注就當天90 由本人於議事廳 簽到處排隊登記 發言順序 現登記一次 以六分鐘為限 可採一問一答方式進行 20位啦 那最多登記20位 20位啦 好 因為你一個六分鐘 20個 剛才10個 一小時嘛 那九點 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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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嘛 好嗎 兩點兩點 我們兩點 明天兩點 準時開了啦 好 那兩點 兩點 兩點 我們二十個 好嗎 好 好 好 來 那個王委員 抱歉 那是單位執行啦 齁 也不是單位執行 也不是單位執行 明天就是專案報告 我們就報告 對啊 我意思是說 給他報告嘛 他報告算 市長去沒有市長的事情嘛 我們議會繼續審查我們的預算嘛 沒有啦 明天沒有市長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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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只有這個報告 沒有啦 沒關係 我沒辦法 他健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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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健康就好了 我們尊重議長的裁決啦 那如果有同仁還有其他意見的話 那我也有意見了 那我們繼續下議程 好啦 我們繼續下個議程 按由二 為定定新北市議會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要點 提請審議 好 沒見 再晚了東西 插案通過 來 繼續 來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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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抽籤一委員會委員抽籤 委員抽籤 委員會抽籤 來的委員會 我們的開始 我來抽籤 我來抽籤 向大會報告 本次委員會 經登記情形報告如下 第一審查會有六位登記 第二審查會有五位登記 第三審查委員會有二十五位登記 第四審查會有八位 第五審查會有十四位 第六審查會有八位 因此第三審查會跟第五審查會要進行抽籤 第五審查會是二十五位 第五審查會 第三審查會是二十五位 那我們是不是請鄭語恩議員跟鄭代立江麗議員幫我們 兼抽 兼抽兼抽 要不先看一下 哪個都是紅 然後11個 然後 因為有25個11 科教11 所以有14個看板 14個 然後14 1 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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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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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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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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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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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6 6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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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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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位元議員第三審查會 接下來請陳啟能議員 陳啟能議員 陳啟能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請增幻家議員 陳啟能議員第一審查委員會 請鍾鴻仁議員 陳啟能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請蔡健康議員 陳啟能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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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建棠議員第六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蔡淑均議員 蔡淑均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張智豪議員 張智豪議員第六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何柏文議員 何柏文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蔡明堂議員 張智豪議員 蔡明堂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請陳柯明議員 陳柯明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廖宜均議員 廖宜均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李宇典議員 李宇典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李宇典議員 李宇典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李宇典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議員之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黃永昌議員 黃永昌議員 黃永昌議員 請正在元代臭 黃永昌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黃永昌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宋宇甄議員 黃永昌議員三送 我希望你可以 再三審 黃永昌議員 黃永昌議員 你看又 mão bip 拒 Mel 很 waar 什麼 顏色 宋宇貞議員第一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陳永福議員 陳永福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李昆成議員 李昆成議員第一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鄭代立相議員 鄭代立相議員第一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林金潔議員 林金潔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林北凡議員 林金潔議員 有啦有啦 問題是沒有門不會球這個啦 請靠議員 終結 還在哪来抽 抽起來 抽起來 我下一次就叫那個三審喔 還有三個 還有一支而已 對 一審 一審 連北凡議員第一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陳明義議員 陳明義議員 陳明義議員 那請曾代議員帶走 陳明義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陳明義議員第三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金睿龍議員 金睿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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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啦 你要先抽空白啦 你要先抽 明明憲你先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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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抽啊 要先抽啊 空白 空白 金睿龍議員 第六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廖先祥議員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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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先祥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第五審查會的抽籤 請陳偉潔議員 陳偉潔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黃玲玲玲議員 黃玲玲玲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陳怡君議員 陳怡君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黃玲玲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中仁達魯斯議員 黃玲玲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中仁達魯斯議員第四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林明仁議員 林明仁議員 林明仁議員 林明仁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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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仁議員 林明仁議員 陳志榮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李倩品議員 李倩品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黃桂蘭議員 這邊要再抽一下 黃桂蘭議員第四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羅文崇議員 這不用抽了啊 還是要證明啊 證明沒有作假 我們要證明沒有作假 這全部都五審了 要證明我們沒有作假 羅文崇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接下來請邱楓瑤議員 這個五審啊 要證明而已啊 朱楓瑤議員很拼大耶 很拼大耶 不怪妳在做什麼 秋風瑤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請鄭宇恩議員 鄭宇恩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沒問題五審的 沒問題五審的 沒有簽啊 最後一個簽耶 對對對 那就一定是五審 對對對 要證明 喔 OK 唐楓議員第五審查委員會 以上委員會抽籤完畢 向大會報告 有關那個議員雙方 假如想要互調的話 請於明天上午十點前 向議事組完成登記 好謝謝 接下來會館抽籤 舉行會館抽籤 舉行會館抽籤 沒有啦 登記就登記以後抽籤就不可以換 不然國人都派那麼多人 這哪有道理 這做成結議啦 這個議會就不能作假 這個民主化 這個要依民主機制來做 好不好 贊成 贊成喔 好不好 有人贊成 阿伯不能換你登記錄 抽到就是那個 不能換的 好不好 這樣不知道沒合過 對啊 議長要 我提案你 拿去這樣 你不要 我別人意見沒有 我別人有意見沒有 沒意見就是這樣 再行阿 再行 有人負議阿 有人負議阿 沒意見嘛對不對 所以阿伯 阿伯登記後抽籤就不能換 今天不是討論這個 內歸事件 內歸事件 今天不是討論這個 每天討論內歸事件 再一併修正 對啦 下次討論本會內歸事件 也是 好啦 沒有啦 現在 現在 這次是這次 對嗎 這次是這次的 不行 不行 現在想說不定 我才能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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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年要挑戰再拿出來討論 好啦 那你 那你 那你進行 要挑戰再拿出來討論 沒關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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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明年就忘記了 好啦 明年明年 麻煩你再來講啦 我將來就 舉行會館 好啦 現在 舉行那個 會館環間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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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是不是一樣是請 鄭議員議員跟 鄭代立鄉議員 麻煩 因為比較近一點 好啦好啦 來你 等一下 依照我們新北市議會會館 分配辦法 連任議員 原則 房間不變 新任議員 會館三樓四樓 分配於女性議員 抽籤才兩階段進行 先抽議員姓名簽 再 請該議員抽取房間號碼簽 請業員之議員上台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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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是先男生車 不同位置簽的 業員之議員抽到511號房 請蘇宏清議員上台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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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蘇宏清議員 411號房 411號房 問 тран葡 abonn 请廖宜坤议员上台抽签 廖宜坤议员抽到516号房 请廖宜坤议员上台抽签 廖宜坤议员416号房 请张维茜议员上台抽签 张维茜议员418号房 请姜宜坤议员上台抽签 姜宜坤议员403号房 姜宜坤议员403号房 请中人达路斯议员上台抽签 请中人达路斯议员上台抽签 请中人达路斯议员409号房 请黄桂岚议员上台抽签 请黄桂岚议员上台抽签 黄桂岚议员317号房 请金睿荣议员上台抽签 金睿荣议员401号房 请黄桂岚议员上台抽签 请黄桂岚议员上台抽签 金睿荣议员上台抽签 请黄桂岚议员上台抽签 金睿荣议员上台 ranking 请osit widgets. 馬建議員609號房 請廖先祥議員上台抽籤 廖先祥議員506號房 請廖先祥議員上台抽籤 廖先祥議員407號房 請王威元議員上台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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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威元議員602號房 請張錦豪議員上台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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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錦豪議員610號房 請彭佳雲議員上台抽籤 請彭佳雲議員上台抽籤 彭佳雲議員408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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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蔡建棠 請蔡建棠議員上台抽籤 請蔡建棠議員508號房 請蔡建棠議員508號房 張智豪議員上台抽籤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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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咧 林議員 林議員 議長 秘書長 這個本席在四年前 在剛進來的時候我就講就是說 我們後面的會館 有很多的議員 他們希望都有自己的一個辦公室 我們不希望是休息室 那麼四年前我有提案 那四年過去了 那在一審的時候 我也跟秘書長再次的提 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看我們在座的很多的議員 新科議員也是一樣 希望自己有自己的一個 這一個辦公室 那麼這樣子比較有利 我們在做選民的服務 要不然來這邊 每次都在搶這一個洽談室 都找不到 到處找 也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說四年前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提議 那麼也有講就是說 乾脆後面兩層把它改成 就是我們的研究室 那麼我真的 我每次去到台北市 回來我就覺得很心酸 我們這裡都沒有 台北市都有一間 我們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問題 是不是值得我們繼續 在這個第三屆的新北市議會 我們是不是再來研究一下 能不能把後面 如果有需要的 把兩層改成我們的研究室 我們來做為我們的 這個議員的研究室 那有後面不需要用的 還有其他的樓層 再來做他們的休息室嘛 好不好 好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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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 秘書長有說 我們這個 分作兩邊來處理 一邊是說我們隔壁 讓我們 接幾年 那況是會死啦 那要改變 要再蓋齁 那再久了啦 我知道啦 你也跟我說什麼 好啊 好啊 我說我們隔壁分作兩邊來進行嘛 那這裡一邊 兩邊都可以進行 這樣可以 三邊都可以進行 那這邊怎麼說 先來調查 先來調查 我們要改做 我們來 我們再調查一下 不過 我是認為說 我們隔壁不隔壁 你現在下去 後面我們才沒有人會運動 那議長 近前 我們的那個陳文治副議長 那之前有在討論 我們後面本來已經有建築圖 要蓋一棟 另外有要蓋一棟 那我不知道那個進度 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在順時派幾個 買來做 怎麼樣 我們在順時有 我們派幾個 那個秘書長能不能跟大會報告一下 就是說之前我們的那個會館 那麼現在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本來後面他後來有一張圖出來啊 有那個建築師有來做設計啊 那這邊 這邊 這邊跟我那個 這邊 我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民主長報告一下 向大家報告 有關上一屆 針對我們新北市議會議員 研究室大樓籌建的部分 有組一個 由我們陳文治前副議長做 召集人組的工作小組 那當初是有做的規劃 當初是針對 本來是要規劃 以15坪規劃 然後因為涉及到文化局 因為以15坪規劃的話 會擋到他們藝文中心的門面 所以他們希望我們是說 盡量不要朝那麼大的坪數去規劃 那現在的話 我們是有規劃兩個坪數 是有7.5跟15坪 那因為7.5後來決議說是因為太小了 所以我們還是決議15坪來規劃 那目前整個規劃的話 總工程經費的話是 6億775萬元 那整個的話 規劃到完成 預計是53個月 目前的規劃 53個月 對 規劃到整個興建完成 53個月 對 4年才48個月 去那麼久喔 哪有可能 還要再一次 那麼這個我們是不是這樣子啦 那個 是不是請陳文智副議長 我們繼續擔任這個招舉人 蛤 這個是按照法定嗎 慣例嗎 我們是說這個部門先不要去 這個可能是不是時間有一點太久了 我們這個是不是可以就我們... 我們現在大會報告 因為這是我們的中層計畫 另外我們原先還有一個長層計畫 是遠層計畫是針對隔壁三百多坪的 三千多坪的機關用地 是不是採減半徵收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議事廳還有我們的審查會 都空間上整個設計都不符現在使用 也不夠 那我們是不是朝長遠的規劃 是說隔壁的機關用地 我們是不是用減半徵收來蓋一個議政大樓 連我們的議事廳還有所有的審查會 都做一併的考量做規劃 那因為假如說我們只蓋研究室大樓的話 針對我們的審查會 因為現在也要整個質詢透明化 整個設備的話 整個在我們在錄影方面都不太適合 所以是最長遠的計畫 是從我們隔壁的機關用地去採規劃 是比較完善一點 這個民主長 這個講就是說 有需要的 就以現況來做改善 也不是一個辦法 也不是一個辦法 然後講就是說 你不管後面的要蓋53個月 或者是說隔壁的 我們來做減半徵收 那個更是礦日費時 那個我看就是要10年了 還要更久 如果這個建築要53個月 要4年多 我那邊減半徵收 還要做減半徵收 還要做所謂的這個變更 還要再設計 還要再蓋 我看那個更久 那個可能要兩屆 還要統計要兩屆 我這要再蓋我 那我講就是說 如果以現況 是不是講就是說 後面的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休息室 能夠改成 我們來的時候 如果有一般的這個 陳情人 來找我們 我們起碼有一個 研究室 來這一個 那各府會的聯絡人 要找我們 其實也很好找 要聯絡各個事項 也比較好找 所以說我還是 建請 我們的這個議長 跟我們議員 之前也有調查過一次 有議員的 就是說改成 這一個 研究室 那有的 做休息室 可能每一個議員 對這一個 休息室跟研究室的 需求不同 那我是建議就是說 調查一下 要的 就馬上去改 一個樓層 兩個樓層 讓我們有一個 更充足的 一個研究的一個地方 以上謝謝 好 民主長你再調查一下 臨時動域 各位同仁 還有沒有臨時動域 來 王主席請 因為我們新進來的同仁 都非常的年輕 我後面就有兩位 已經快要做媽媽了 還有呢 我們的 美方也有兩個小寶貝 還有好多 都有機會 快要有小寶貝 我建議 在這裡正式提案 既然要找空間 應該我們要率先 我們一直在期待 所有的企業界 要為他們的員工 設一個幼兒園 那我們的 新北市議會 長久以來 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已經來不及 我的小孩 待在這邊 已經待30年長大了 可是 看到後面的 這麼多的年輕同仁 我建議 我們議會 應該找一個空間 設置一個幼兒園 那是 那是 我們隔壁的幼兒園有做 隔壁的幼兒園有做 隔壁的幼兒園有做 好 好 我們明天報告一下 向大陸報告 針對王議員提的問題 目前我們仍是 是有透過跟附近的幼兒園 協商合作 只要有 意願的話 他們會有打折 目前我們是有 跟附近的幼兒園合作 這個我不是 希望說在幼兒園打折 最近在我們 新北市境內 發生的這種幼兒園 這個幼兒教師主任 虐待嬰孩的事情 我們又跟外面合作 那也是我們新北市政府 跟民間的幼兒園合作 所以我比較害怕的是 那小孩還在那裡去 電動恐怖 我是覺得我們裡面 他們的媽媽 而且我們現在升格以後 開會的時間非常的長 不管是媽媽或是爸爸 如果小孩子 就近可以看得見 我想議事的效率會更好 所以最好不要再往外面找了 像我們以前沒有這個普魯市 現在也設的非常好 感覺都非常棒 所以我認為議長 看你疼孫 我就很感動 所以我認為 應該設置一個 然後我們聘 聘那個來 來 就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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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還有什麼 認識同意嗎 老人安養業 好 老人安養業 我們 我們華麟議員要很年輕 你不要說老人安養業 你 你 沒有人走 你 沒有人走 沒有人走 你 沒有人走